我們其實不是不會跳舞 只是怕被人看 燈關了之後就好像 就是施了魔法一樣 所有的小朋友都忽然間很會跳舞 因為沒有人看 對他們覺得沒有人看了 哈囉歡迎回到柯硬影像 你不知道的是 不知道大家對街舞的印象是什麼 對我來說 我對街舞的印象就是街頭舞蹈 比較街頭那種自然隨性的感覺 那我們今天有幸呢 可以請到一位叫小朋友跳街舞的舞蹈老師 柏青 嗨大家好 我是柏青老師 大家好 那柏青我想要請問 是什麼樣的一個契機讓你接觸了舞蹈 這要說到二十幾年前 我在念高中的時候 參加了建宗熱舞社 在社團裡面我學到很多不同的舞蹈 街舞 有locking popping 機械舞 還有地板動作的breaking 所以這些你都會跳 對 我會跳的舞風還滿多種的 那一開始有遇過什麼挫折嗎 因為我其實屬於是 我自己是屬於肢體比較不協調的那種 所以我其實練舞花的時間 比一般人還要多很多 我花的人比一般人還要多十倍二十倍的時間 苦練各種舞蹈 所以那這樣聽起來其實你也是跳舞跳了很久 對啊 就是二十年了 那我覺得這就是現在啊 就是其實二十年的時間很多人都放棄了 我自己也放棄過 那現在能夠讓我繼續堅持跳下去的就是因為我選擇了交小朋友 就是變成一個動力這樣 對對對這是我目前跳舞最大的動 因為我要教學 我就必須要持續精進自己的舞蹈 對我才能夠示範好的動作給小朋友看 是 那小朋友到你那邊上課啊 他們父母會不會有什麼期許 就是小朋友他們一定要會跳什麼舞 或是一定要會有一個成績出來 其實蠻多家長是這樣 那因為我的教學方式是 比較注重孩子的主體性 就是我不會用命令的方式 或者是強迫硬性他們要跳完一整支舞 所以整個教學的節奏是比較慢的 而且看起來小朋友好像一直跑來跑去啊 就是很不受控 那想要小孩學會一支舞的 就是家長他們其實大概三四節課就會離開了 對 所以會留下來其實就是注重在其他方面的發展 對他們就是比較 我覺得 其實了解孩子的話就會知道孩子的學習步調 如果你尊重孩子的學習步調 那每個孩子他的發展空間都很大 小朋友學跳舞對他們有什麼樣的幫助嗎 我覺得主要是體能吧 因為我觀察到現在的都市小孩的運動量都普遍不足 現在的小學生的體育課可能一個禮拜只有一堂 然後這一堂還有可能因為空氣污染就取消了 對 那我本身是很注重小朋友體能的老師 對 我上課的時候會帶一些倒立 或者是爬行地板動作去加強他們的核心力量 對 那對除了體能之外還有其他成長上的幫助嗎 比如說他的創造力 對 因為我教學的方式比較特別 就是我可能教一兩個動作 例如說 我教他們用腳去畫圓圈 或者是去踩不同的點 對 那就這樣讓他們自己去發揮 那我覺得這樣的教學方式 對小朋友的創造力來講是很有幫助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我有一對學生我教了半年左右 然後我也是安排他們做battle 最初就是尬舞 就是兩個人輪流solo一段時間 然後我很驚訝的是 這兩個小朋友都solo了大概快兩分鐘的時間 那這是一個蠻成熟的舞者 可以跳這麼長的一段時間 那更讓我驚訝的是 有一個小朋友他把 復仇者聯盟裡面所有的英雄的動作都跳出來 復仇者聯盟你是說浩克嗎 對啊 例如說浩克 就直接說出來這樣 對對對 我是鋼鐵人飛 鋼鐵人飛 就是直接在現場就是想飛了 那你知道那個復仇者聯盟裡面 英雄動作最帥的是誰嗎 我不知道 是鷹眼 怎麼可能 鷹眼的動作有什麼 其實鷹眼動作是最帥 因為他其實有很多就是拉弓射 然後拉弓射翻滾跳躍射 然後就是他其實他的特技動作是最華麗的 所以他就是小朋友自己完全靠自己的想像這樣跳出來的 對一方面也是就是他的環境 對他喜歡的人物 我們人本能會去模仿我們喜歡的動作人物 對那在我的課堂上我幾乎沒有給他們什麼限制 所以他們可以去自由的發揮他們的想像力去把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我沒有教但是他們很自然而然的就跳出來 那這樣子跳出一個動作通常是來上課多久才會有這些自己跳的感覺 會不會是剛來上課那些遇到小朋友會直接呆住那種狀況 對其實蠻常見這種情況 就是我需要花大概三節課四節課的時間去引導他們去卸下偶像包袱 就是小朋友通常還是會有偶像包袱 對啊其實年紀大概到八九歲之後的小孩他們就會比較放不開了 對就有所謂的偶像包袱 那如果遇到這種狀況都怎麼處理 我其實是放音樂然後鼓勵他們自由發揮 然後慢慢的去引導他們卸下他們的包袱 然後有一個大絕招就是把燈關掉 全部關黑 全部關黑 這其實不是我發明的 有一次我讓他們自由發揮的時候 有一個小朋友他就去把燈關了 是 然後燈關了之後就好像 就是施了魔法一樣 所有的小朋友都忽然間很會跳舞 因為沒有人看 對他們覺得沒有人看了 對所以可見就是 就是怕被人看對我們的影響有多大 對就是我們其實不是不會跳舞 只是怕被人看 對 所以在你這邊上課順便也建立起了自信心這樣 對啊其實我有一些小孩子他們剛來的時候是很害羞的 對然後他們的肢體可能體能也不是很好 那在十堂課左右的訓練下他們的體能變好 然後他們慢慢的放比較放得開 自然而然他們變得比較開朗 我發現我的教學方式跟蒙特索裡的教育理念有點像 對就是我會以孩子為主體 尊重他的意見 對我不會用命令斥責的方式去逼迫他去做動作 對那我是就是教師的身份不是教導 教導比較像是填壓就是硬塞東西給小孩 對那我的方式比較像是引導他們去做創作 那這樣的教學方式會讓孩子覺得就是他們本來就是會跳舞的 自然而然他們會跳得比較開心 就是自己有創造的感覺 那是自己的東西自己想出來的 對 那像我小時候其實跳舞完全練不起來 因為我完全沒有那種聽音樂的節奏感 像這樣子的話我還有得救嗎 那就是我的課堂很努力的想要營造一個環境 就是我會播放各種不同的音樂刺激小孩 對因為不是你沒有節奏感 而是我們生長在一個沒有音樂的環境 對就是像黑人他們就是他們生 他們平常聽的流行音樂就是節奏比較重的 對跟著動 對他們的父母家長可能聽到音樂就會 就會跟著動來動去 可是我們生長在一個大家聽到音樂都是這樣 這樣子的環境下 你當然很難去感受到什麼叫做節奏感 對對對 所以我很就是我希望我的課可以逆轉這件事 就是讓我的小我教的學生在那個環境下 他們很自然而然的他們看到他們老師聽的音樂 就是會跟著動來動起來 是 如果我現在想要學跳舞啊 我要去哪裡能夠找到你的資訊 我目前有經營一個粉絲專頁 叫做柏青的街舞天地 那從這個粉專私訊我就可以跟我聯繫 那有沒有像是Line之類的可以去聯繫你 有 我的LineID是BBOCHING BBOCHING 大家記起來了嗎 那今天謝謝柏青來到現場 謝謝Ruby 謝謝 不知道大家對兒童的街舞有沒有更深的了解呢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資訊 歡迎去粉絲團搜尋柏青的街舞天地 那喜歡我們這系列的影片的朋友呢 記得幫我們按讚加訂閱 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 謝謝 掰掰 掰掰